你有沒有聽過烏鴉喝水的故事呢? 故事裡說到有一隻很口渴的烏鴉 飛來飛去找水喝 後來牠看到有個瓶裡面裝著一些水 但是水很淺 眨眼看起來就很難喝到 誰知道這隻烏鴉很聰明 就飛去擔一些小石子 放進瓶裡 慢慢水面上升 牠就喝到裡面的水 以前我們都會用這個故事 來勸人如果遇到難處的時候 不要輕易放棄 但是在現實當中的烏鴉 是不是真的這麼聰明呢? 動物學者跟烏鴉做了一個實驗 原來烏鴉真的很懂得使用工具 這些學者故意讓一群烏鴉口渴 然後就像故事一樣 讓牠們看到前面有一個水瓶 裡面有很淺的水 然後再放一些小石子在牠們面前 烏鴉不僅懂得把小石子 放進瓶裡 讓水面升高 而且牠們還會先選一些大顆的小石子 放進去 這些學者同時發現 就算烏鴉已經喝夠水 但是如果看到 仍然有一個水瓶在牠們面前 牠們還是會把小石子放進去 但是動作悠閒 似乎好像在享受解決困難的過程 然後學者又找了另一組口渴的烏鴉 讓牠們很容易就喝到水了 這群烏鴉的反應就明顯不一樣了 一旦牠們喝夠了水 似乎對那個瓶毫無興趣 專家推論 當烏鴉必須要用工具就像那些小石子 來喝水的話 雖然牠們要動一下腦筋 和花一點的力氣 但是烏鴉在利用工具的時候 更加學會去享受解決問題的過程 那麼我們人類 又是否可以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感受到身心被鍛煉和成長呢? 就像《舊約聖經傳道書》第五章十九節中說 在他牢碌中喜樂 這乃是神的恩賜 你是不是也體會過這樣的喜樂呢?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于愛蓮 歡迎你收聽愛說兩分鐘 我們十分期待你的回應 請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發電郵到 52mtalkatgmail.com 是52mtalkatgmail.com 願神赐福給你 謝謝你 我跟班廷 財萬倫 信心 老併 還是 甚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